孙颖沙能打得过男选手吗 如果和世界平台的男选手一起排名 孙颖沙到底能排多少名 恩师邱一可说了句实话 今日有着直播汉匪之称的邱一可 再次来到了方博的直播间 此前两人曾经做过一场直播 当时邱一可显得很兴奋 一个劲的猛夸挨头孙颖沙 言辞比较激烈 要不是方博一个劲的拦着 邱一可就差点把方博的直播间给拆了 这次的直播呢 邱一可显得谨慎了一些 两个国平活宝在一起 也给球迷带来了很多欢声效应 有一个话题吸引到球迷注意 当时方博主动问起邱一可 说如果孙颖沙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 他在男子选手中能排到多少名 邱一可认真地回答 既客观又低调 他说应该在中间水平 差不多50名左右 打前30偶尔也有戏 对于孙颖沙和男选手对比的话题 此前方博在解说的时候就提到过 他说沙沙跟国平二队的男选手打 随便打 国平一队排名靠后的 也不一定打得过沙沙 在奥运会之前 国平为了锻炼女选手 安排了不少男队员和他们队练 其中周宇是第一次与孙颖沙对阵 周宇后来直播的时候就提到过 说孙颖沙的打法很先进 自己后来虽然赢了 但也只是凭借着单板质量和杀死机会球的能力 而沙沙在战兽意识以及进攻节奏等方面 在全场比赛是完全压着周宇走 把周宇打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其实在很多竞技项目中 球迷都喜欢把女选手跟男选手对比 都喜欢想象如果把特别强的女选手要放在男选手当中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尤其是球类项目 无论是身体对抗性强的篮球和足球 或者强调技术的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 男女选手之间的实力都存在着差距 主要体现在力量和体力上 就好比你再讨厌国足 也不能说他们连女足都提不过 美国女篮的球员再强 也打不过日落西山的中国男男国家队 乒乓球同样如此 孙颖沙王曼玉再厉害 也大概率不敌世界排名前列的男选手 这个没有办法 有些差距不是后天能弥补的 但是孙颖沙确实已经很强了 一般的男选手还真的不是他对手 就拿周宇做类比吧 虽然已经淡出国拼多年 但周宇的实力很强 如果恢复一下体能 在任何一支外协会球队都会是主力 莎莎能给周宇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充分证明 她是可以和男选手一战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吹捧孙颖沙的实力 想当然的认为 莎莎在男选手当中能达到十秒的高度 这不太现实 而且像方博亚周宇 延安这样的球员 经常直播与网友互动 他们说的肯定是实话 但这里面肯定也是有一些客气的成分在 个人觉得作为莎莎的恩师 邱一可肯定是最了解孙颖沙的实力的 作为一线教练 她也对世界平台男选手的真正实力心中有数 所以邱一可说 莎莎的实力在男选手中处于中间位置 这种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 另外孙颖沙在混双项目上的成功也充分说明了问题 在混双比赛中决定胜负的是女选手 如果女选手能扛得住对方男选手的攻击 甚至能在重压之下打出漂亮的反击 那么这对混双就将很无敌 此前很多混双选手就抱怨 说与沙头的比赛 就像是在跟男双选手比赛一样 力量和压迫感太强了 而在巴黎奥运会上 孙颖沙扛顾了包括林云如 林仲勋以及李正直 三位顶级男选手的考验 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 孙颖沙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悍 新的奥运周期 孙颖沙的目标更多将在单打上面 没有了双打和混双的羁绊 相信沙沙能取得更加辉煌和耀眼的成绩 您说呢